外交部宣布将要在立陶宛设立欧洲第一个用台湾当作名称的代表处 那当然外交部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那相对立陶宛在今年秋天也要在台湾设立他们的代表处 大使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第一个其实设代表处啊 其实我们过去这个做法有的时候积极 有的时候也不积极 因为那个时候有的时候就是说 你纯粹设了这么多处啊 实际检讨它的功能的时候 纯粹设没有功能 那当时去设的时候 因为你整个的这个外交情势是比较低迷的时候 很多很多这些这些往来 人员也好 或者贸易也好 还有这种服务业的往来 是因为没有一个政府机构在那边做一些 做业务 所以就是说去设 那后来外交部有考虑到去猜测一些没有功能的外观 那也确实关了好几个 那当然就是说就这个蔡英文政府这个做法来讲的话 我觉得她有必要要去设这代表处 因为邦交国丢了好多 那么就上来连断了七个邦交国 所以就可以就变成就是说在一个设代表处 来这个好像是一个冲冲洗的感觉了 所以就不是业务考量是政治宣誓考量 政治宣誓考量 而且这个本来设代表处就不是男士 男的在设大使馆 就是说我们以前就是说我们标准很高 从来没有把设个代表处 说今天像蔡英文政府拿出来这么大肆宣传 我认为他的宣传是台湾这两个字 那台湾更值得讨论 他不是用台湾 他是台湾Nese 他认为是用台湾Nese 叫台湾Nese Representative Office 那台湾Nese Representative Office 我觉得比用台湾的话 如果从民进行想 就是说你要凸显台湾名称的话 这绝对又被降了一级 那就是说台湾代表的办公室 它不是台湾代表处 对 你变成台湾Nese Representative 那好像台湾Nese Representative 那跟台湾好像又给他化开了 当然这个很多人可以有不同解释 不过怎么会变成一个 台湾Nese Representative Office 我觉得这应该要由吴钊燮出来 这个还第一次看到 虽然我觉得 梅鱼虾也好的意思 我觉得台湾 我觉得这个绝对不是吴钊燮想要的 手把力然是台湾 对啊 我给大家看 这绝对不是吴钊燮跟蔡英文想要的 而是立陶宛可能丢出来这个名字 哦 因为赵吴钊燮跟他当然他要台湾 怎么会台湾Nese Representative 所以我觉得这个立陶宛虽然改为天下先 就是说他当时退出了17加1的机制 那么现在又好像要跟台湾设立一个代表处 不过我觉得民进党没有必要把它好像搞成像设立一个大使馆一样 大做大做内外宣没有必要 因为我们现在要设一个代表处没有那么难 而且几十个已经有差不多我们外面相当跟我们有互动的关系 哪一个没有代表处 全部有代表处啊 是 这个刚刚大致抛出一个立陶宛 他的角度就值得稍微来品鉴玩味一下了 泰晤士爸有一个非常观察细微 他说立陶宛对中的政策在整个当地的区域算是独树一格 小国家三百万人 但是这个地方地缘政治复杂 所以他收了一些白俄也收了俄罗斯这些 甚至香港的艺人是他都发签证 为什么说值得观察 因为他五月份的时候刚大使讲 他退出了这个中国大陆跟中斗欧的17加1的合作机制 退出之后大家就要看到你跟北京接下来怎么互动 他现在又开始跟台湾走得比较密切 各位你的观察 他这个立陶宛的利益出发点的角度会是什么 另外这样的一个立陶宛模式 对于17加1其他国家 好像也没有什么影响或者启发 其实立陶宛他跟波兰都是那个三海倡议的主要角色 那三海倡议大家都知道他是反俄罗斯的 所以历史上他确实在政治上比较敢于表态 尤其是对比拉脱维亚跟艾萨尼亚 那照理讲波罗帝亚三小国这么近这么小 那事实上三个国家成立一个代表处就够了 也不小比台湾大很多 我是说本来拉脱维亚就够了 并没有必要要设另外一个 本来在Ariga嘛 所以一定有另外的考量 那我觉得立陶宛第一个是 因为他跟中国的来往大概只占了2.1% 所以如果中国真的报复他经济貌上 他承受得起 因为没那么重要 可是我觉得也是一石二鸟 大家不要低估这个 他可能是在对中国做抱怨 所以你不是答应一带一路要来投资吗 他事实上实际加异 他退出也是这个原因 他就抱怨说 你承论我的经济的东西都没给我 那抱怨完了好像也没有反应 那我就再做多一点 等于是打台湾牌啦 讲白了啦 立陶宛打台湾牌 当然是啊 可是你看他又没有做得很绝嘛 然后为什么不用台湾 还用台湾Niss 等一下立陶宛打台湾牌 所以还是要稍微雕琢一下 就变成台湾Niss代表处 因为你如果真的是要跟台湾友好 那不用留一手吧 我觉得他还是有点留一手 那毕竟他跟中国还是邦交国 电源阵队上面本来他就是 你刚刚讲的说 那个三个倡议国家当中 他的角色版就不太一样 那跟北京的连接贸易上面 直大陆直接投资2.1% 所以真的要对他制裁的话 他经济上面也没有直接上 会那么重伤的关系 但是你刚刚说 他会推出17加1 然后跟台湾关系会变得很密切 怎么可能 台湾跟东西怎么会有密切的关系 人口那麼小 他們會有多少觀光課會來台灣 多少個學生會 聽說福特加蠻好 會買東西多少台灣的東西 還是有上限了 不會有密切的關係 因為像上次他們捐移民 台灣網路上就在傳說 要如何表達感謝 台灣有賣什麼立陶宛的產品嗎 結果大家傳來傳去 連福泰台都買不到 結果台灣沒有賣什麼立陶宛的東西 所以呢 基本上沒有什麼關聯性 但是為什麼立陶宛要打台灣開 就是西大陸這部分比較多嗎 這個也是這 不管是哪一個國家 他們在這個時候有類似的形容 其實他們會 對他們跟美國的關係會加分 對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考慮 沒有錯 跟美國的關係會加分 台灣跟立陶宛確實很親美 是喔 老師你覺得這樣是不是 對立陶宛對親美的部分有加分 一定的一定的 因為美國都希望其他的國家 跟台灣加強關係 不管是設代表處 或至少不要反對台灣在WHO有實質的參與機會等等 所以其他國家尤其是小國家有類似的動作 當然會跟他們跟美國的雙邊關係會有算是加分 你說美國政府他就鼓勵其他國家跟台灣發展嗎 美國已經有立法了 也一定美國 對 那美國為什麼不把那個 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直接改台灣代表處呢 美國帶頭做起 目前有法案在國會對不對 是真的有可能會改嗎 機率太低了 這個雖然是丟在一個法案 但是最後的這個決定權還是在行政部門 沒有強制性 對 不會可能會過 白宮怎麼看 但是如果改了之後 我又希望不會改一圈 台灣人代表處 那美國就是這樣子啦 反正它就是國會過 行政部門不做 要其他國家做 美國自己這個國家也不會做 我這裡再補充一點 事實上德國人就認為 那個上海倡議就是美國人搞的 就是他們要拱一個 反俄羅斯 然後制衡德國的一個 中東歐的組織這樣 有一點啊 我等一下也可以請Russ 幫我們做個補充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剛剛大使講到的 駐索馬利蘭 當時用的是這邊 我剛才用的是手板 這上面寫的就是台灣 Opening Sermony of Taiwan Representative Office 他用的是台灣 這個掛牌是2020年的8月 所以也掛了快一年了 牌子還在 趙立堅當時是連罵兩天 痛批台灣當局不會得逞 但算一算也掛一段時間了 牌子也都還在 如果說大陸在外交上面 真的要給台灣 更多窒息的感的話 那他要拿台灣邦交國 現在的情勢來講 他是可以這樣做 他卻沒有動手 大使你覺得原因是 我覺得就說不管怎麼講 你前面用台灣或者說 car show什麼 可是後面就是一個office 他沒有代表正式的外交 承認的意義 你如果說是embassy 或者consult general 這些總領事館 那是有明確的外交承認的 今天你office的話 那你如果今天你要說 這個不行 那法國也叫財政 economic and trade 也在那裡好多年了 法國也有 這個德國也有 都有嘛 那從過去的解釋上 那可能大陸的解釋上 就是一個非官方的一個 一個代表一個機構 對不對 那可能當時 當時可能這些接受國 他也是跟大陸是這樣講 那現在就不曉得這個 這個所謂立陶宛 他怎麼面對大陸去解釋說 那可是從 光從質義上來講的話 你就是一個office啊 你還有什麼 在外交上 我們講所有的 威爾納外交 領事工業也好 國際上的 國際法上來講 你正式的官方的話 他應該要叫embassy啊 可是他又不叫embassy啊 那我們這邊就變成過去一支玩 就是說 從變成有什麼台北 那民進黨認為台灣比台北好 可是這次台灣也沒拿到 拿了一個台灣news 那我不曉得這種遊戲玩下去 到底他有什麼 有什麼很實質的意義在 當時剛才你強調幾點了 就業務單位上面的 真的實質使用者來講 那波動力海 當然在這個國家 一個單位的控制 那如果 再是一個代表說的話 就是政治順勢 因為之前跳到那麼多方向 所以這個代表說 也OK啦 但只要現在別人對我們 只要現在別人對我們